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在冬奥会过后 崇礼又将如何实现科学转型 将冬奥遗产变成资产的呢 我们在崇礼实地采访看到 在云顶滑雪公园 爱好者们正在体验不同级别赛道 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游客们登上顶峰 体会一览众山小的壮阔 中小学生们则在这里开展冰雪沿雪活动 了解冬奥了解更多冰雪知识 据了解呢 冬奥会后 张家口是积极推进崇礼冬奥场馆的可持续利用 通过实施改造提升 大力发展赛事 会展 研学 旅游 崇礼冬奥场馆呢 初步实现了四季运营 利用冬奥馆以及周边的资源呢 张家口已经举办了国际国内各级各类赛事活动263项 如今呈着后冬奥时代的春风 冰雪传奇正在崇礼继续上演 崇礼正在以热情惩治的姿态 欢迎联安同胞全世界的冰雪运动爱好者们 一起来享受冰雪运动的无穷乐趣 这个雪场呢 一共有四十多条雪道 是在全国之内也算一个比较有规模的 我们酒店呢 大概有三千多间房 可以同时容纳几千人 通过十多年的运营吧 已经非常成熟这个雪场 无论从它的可玩性啊 从它雪道的规模呀 酒店的住宿和服务啊 滑岩雪很方便很温暖啊 还有Spar然后有游泳池很多的硬价的社区啊 提供给消费者 崇礼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春赏花 我们满山边的什么山桃花啊 山杏花啊是特别漂亮的 下避暑我们现在海拔两千一左右 唐原温度在二十二度夏季 所以夏天避暑胜地 满山的绿色会给大家带来一种不同的感受 秋天呢 我们画树林 我们这些彼岳植物 这个秋景是特别漂亮的 所以我们叫秋赏景 东滑雪就是东奥会这些 最好的这些场地 我们把它赛后利用 对广大的观众 广大的群众 面向社会全部开放 滑雪呢 现在呢 各种滑雪人群都有 适合各种年龄段 我在雪岛上见过两三岁的小朋友 也见过七八岁的长者 我们欢迎海外的各位雪友 台湾同胞 港澳同胞 来云顶滑雪 荒油广大的台湾同胞 带我们来体验 做滑雪的一种好的感受和生活 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 有更多的台胞啊 台青啊 包括台商啊 都来我们云顶来体验滑雪 来体验这些很好的户外云中 我们现在来到了云顶滑雪场的初级赛道 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来滑雪 所以说呢 刚才有教练来教我们滑雪的基本技巧 可以看到我们穿上了全套的滑雪的服装和装备 特别是我们脚上这个鞋非常的重 其实呢 来到以后发现还是要亲自到这个雪场来滑雪 才会特别的有意思 你也来试一下吧 特别刺激哦 我来自香港然后我在北京工作大概四年了吧 对然后我特别爱来这边云顶滑雪场来这边滑雪 滑雪挺好玩就很有挑战性的 所有的运动都不要 然后也跌倒了很多次然后再站起来 所以就我觉得是一个挑战的对于自己生活来说 那作为为土生土长台湾人呢 其实我对我们其实对雪是非常有非常有一种向往一种憧憬的 那来到崇里这边的话 我觉得这个雪景是真的是跟我们在台湾没有看到一点点下来没有小雪是不一样的 所以真的是很适合来这边打卡一下 我们从台湾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到张亚寇到崇里这边都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希望说有机会的话 喜欢滑雪的台湾的这些青年朋友或者是一些那个台商啊 都能够一起过来这边来滑雪 然后来旅游